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都在想说暑假要去哪里吃 去哪里玩 那么呢很多人喜欢去香港也去了香港很多次 所以这一集呢也是要做笔记的要做笔记的 因为呢我们再度邀请到苏晓英要把他一生的绝活 没有啦他的很多的秘籍跟经验告诉你去香港要怎么吃 那个乃晶要听不然在香港不知道要吃什么 好晓英大家好 你去香港无数趟了 因为每一次我们要去香港之前 或者是我的朋友要去香港之前 我们必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交换秘籍 而且呢你必须与时机俱进 譬如说十年前的秘籍可能就要必须做一点修正 对对对 那20年前好吃的餐厅20年后搞不好不好吃了 或者是有更优秀的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香港呢因为很多人几乎都会去嘛 到底要怎么吃呢 其实我先跟大家讲香港是这样子 就是说基本上你去香港不太可能会吃到一个 就是说啊踩雷才很严重 真的香港人好厉害哦 对但是呢要吃到真的好吃到让你会觉得说 流泪 好想要再来的几率呢 有但是呢我觉得也不高 因为说实话香港相对我们来讲 它的物价是高的 对 对就是其实你有时候都会在那边算半天说 是 对就是我觉得是这样 可是呢我觉得呢我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聊的是 在呢大家常去的闹区其实有些地方呢是很好吃的 然后呢其实它价钱也不会太贵 我先讲 隐藏像弄板赶快笔记 等一下我先讲 我先讲一件事哦 我是旧香港的物价水平 请大家不要拿台湾的物价水平来抨击我 对对对 这是一回事 然后呢顺便跟大家讲 就是说在一些我们常去的热闹地方 其实它还是有一些景点 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去 哦 是哦 你以为你就这样走过了 但是你不知道殊不知它里面有个景点 哦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还蛮有趣的 然后再来就是我要跟各位讲啊 米其林有一种美食叫做值得绕道去吃 嗯 那呢我想要跟各位讲说 有些美食你真的要花时间 坐车去吃哦 因为你可能没有想过哦 所以他不是在港岛也不是在九龙 是港岛跟九龙可是还是偏 哦或者是有在里岛的 OK 对对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 那我们首先先讲最热闹的 大家去香港一定想要什么 中环对对不对 那去中环你都吃什么 嗯 最常跟我讲的是鲁鱼茶室 嗯 我没有觉得它不好哦 但是我只是说我们还有像那种美食 再来拥寄烧饿 拥寄烧饿 对不对 我第一个想到是这个 拥寄烧饿嘛 但这已经成员有争议版了 拥寄烧饿 对因为他下一代已经出来开了 我还蛮推荐他下一代出来开的 一个在湾仔 一个在天后 嗯 哥哥开在天后叫做干饭馆 因为他们家姓干 哪个干 干就是干之如鱼的干 对对干之如鱼的干 在天后的水星街 哥哥开的叫干饭馆 弟弟在湾仔开的叫做 呃 干牌烧饿 那弟弟的干牌烧饿 对干牌烧饿 现在大家都推荐这一家 而不推荐拥寄了 对因为拥寄 反正就是因为那个爸爸走了嘛 然后就是呃 有一点财产的那个 那反正就是两个兄弟就出来开了 嗯 那在天后水星街的干饭馆 这个呢是大哥 嗯 大哥呢他以前是学会计的 嗯 那他被迫要回来接的时候 他是进厨房学快炒 因为你记不记得 拥寄是有快炒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呢 大哥的快炒非常的厉害 嗯 那呢 对 那大哥呢 炒得最好的 被菜篮称赞的是咕老肉 哦 哦 大家可以去吃吃 他的咕老肉是用山楂下去调汁 哦 非常好吃 哦对对对 听到山楂两个字就觉得很优秀了 对 然后呢 哥哥呢 还有一个叫做鹅汁炒饭 嗯 鹅呢 就是呢 烧鹅 嗯 那他不是都会低汁吗 对对对 然后他再把烧鹅肉呢 嗯 就是切掉烧鹅肉不是有谷边肉吗 对对对对 把它拆下来拿去炒饭 我个人觉得是我人生到目前为止吃过最好吃的炒饭 啊 真的哦 但是一份如果我没记错要一百多港币啊 港币 但一份还蛮大份的 是可以两个人分啦 但是我觉得 那这样也还蛮值得 对对我觉得值得一吃 嗯 那弟弟的干排烧鹅呢 我也去排队了 哦 我并没有特权 但是我就是呃很想要吃这样 ok 弟弟的干排烧鹅呢 呃烧得非常好 里面人呢 真的是肉汁 肉汁风吟的状态 那呢 说到这个烧鹅呢 我就要提中环呢 我们刚才讲的鹿语茶室附近 有一家呢 也是有得到米其林一新 嗯 对那是我前老板 就是肥老黎 很喜欢的一家店 叫做一勒烧鹅 一二三四的一 快乐的勒 哦 一勒烧鹅它呢 比较烤得比较像脆皮 ok 干排烧鹅比较软 哦 就是皮也是软的 ok 但是各有特色 ok 然后呢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呢 就是我推荐他去吃一勒烧鹅 吃完一勒烧鹅之后 他是 他总要去四天 第三天晚上才去吃 就第四天下午两点多的飞机 他硬是呢 在去飞机场之前去干排烧鹅 切了半只 就他发觉他带不上飞机呢 他在机场把半只烧鹅 可掉 真的 真的 我覺得 好 然后呢 像干排烧鹅就是 呃 干排烧鹅的平均均价一个人 大概就是一百一百多 我觉得是还ok 我们那一次三个人 吃了大概四百块 我觉得是OK 然后一勒烧鹅 就是假设你点鸭腿饭 但是我先讲 它鸭腿饭常常没有 因为卖太好了 腿就那几只嘛 没办法 它不是像台湾有特别去烧腿来卖 它就是整只的烧鹅 然后柴腿来卖这样 所以烧鹅我还蛮喜欢吃鸭鹅胸肉的 这样整块还蛮好吃的 对但是你注意看 香港卖这些东西是不配青菜的 对 就是只有肉跟白饭 对对对 然后它一份大概就是港币大概90块 对我觉得价格也还OK 就是是OK的 但是不管我刚才讲的哪一家店 请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香港的服务态度 跟台湾受到日本影响 是真的不太一样 所以大家不要再complain了 虽然我常常都觉得有一点 可是我觉得 如果你让他发现你是台湾人 你有很有礼貌跟他说谢谢 他也会很不好意思说 啊是我要谢谢你啦 哦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 OK 那中环的部分呢 我还想跟大家介绍 嗯 一家就是我自己会去吃 但它不是一个有名的店 哦你记不记得中环呢 你记不记得香港呢 就是有一个有一个画面就是你必须要走阶梯一阶一阶上去 然后沿路两边都是摊贩 哦有没有就卖东西 在那个阶梯的那边呢 有你说电幅梯吗 不是 不是电幅梯是另外一边 是半山那边也是在中环 嗯好 然后我讲的是阶梯 然后两边是不是都有卖东西的 小贩啊或什么 那呢在那个那个街厅那边 有一家叫威记粥品 威是很威风的威 嗯 那呢它的特色是什么 它呢每天的早餐它有现拉长粉 哦 然后呢它的萝卜糕是用蒸的 哦 然后呢就是蒸的很很软哦 不是台湾那种硬挺的那种 酒记的那个蒸的萝卜糕 台湾的啦也很好吃 对然后呢它就是呢 你要点萝卜糕它就再切给你 哦 然后是软软的 对真的好好吃哦 对然后我觉得我喜欢它呢 是第一个它东西做的不差 嗯 第二个就是你很难得 就算现在的那个台湾有一些 呃强调说现点现做 你也不会看到有人就在你面前 拉长粉 那我那个长粉 对 长粉我跟妳讲真的要现做才能吃啊 差好多 差很多 差好多 对那我个人非常喜欢 哦 可是它也不是一个有名的店 小店这样子 小小的店这样子 而且他们都早餐就吃这个 对 对 我觉得好好哦 对啊 超有体力的 就是我 我虽然在美国念过书哦 但我真的不喜欢早餐什么鲜奶配cereal 到底好吃在哪里 我再感觉不出来 就方便快了 对就是方便而已 但我个人就还蛮喜欢香港style的早餐 对啊 那如果再往上绕一点上环有一家 嗯 他现在已经有开分店 但我个人还是喜欢到上环呢 像我呃上个月去香港出差 嗯 那我就住在上环就住在这家周平的走路只要三分钟 哦哦那你都早餐都去吃他的 我我早上就是我不管我前天忙到凌晨两点三点我早上就是因为他早上六点半开门啊所以我六点半一定要去吃是叫生计周平生活的生哦OK 然后他现在已经有开分店 但我还是喜欢老店老店好小一间 嗯好小一间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 然后你去香港吃周平我认为有几个你们一定要吃嗯哦第一个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鱼的周平但是如果你喜欢海鲜类的什么亭载 亭载一定要吃那我个人喜欢内脏类的那我觉得他的他们的猪肝叫猪润嗯他的猪润非常好吃而且非常的嫩 嗯然后他还有额外的酱料就是你可以把呃猪肝拿起来蘸酱料吃我觉得非常的好嗯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但是没有很便宜一碗如果没记错的话平均一碗大概在四十到六十就看你加多少料跟你选的料贵不贵我讲的是港币不是台币港币啊不然大家在想什么对对对我个人觉得非常好吃然后另外呢对然后你看哦中环中环这边你听起来好像很多地方你都去 过但有两个地方我还蛮推荐大家的第一个地方呢就是刚才立文讲的就是半山手扶梯要上去搭缆车的其中有一段嗯哦在呃呃 Shirley street我不知道香港话翻成什么Shirley街吧好跟那个跟反正就是你到那那一代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今年三月的时候嗯哦才有一个大型的装置艺术在那边那是画的是日本一个很有名的明星我等会查一下因为我刚去过嗯嗯他就是去那边画的壁画然后所以现在是一个打卡热点 现在打卡很重要对不对对IG打卡超重要哈哈哈然后呢他在往呃他大概在走个十分钟左右嗯嗯有一个香港5月25号才最新开放的景点哦哦那这个景点其实是一个历史古迹嗯这个历史古迹有多有趣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嗯嗯这个历史古迹呢香港人说是一条龙服务嗯为什么嗯因为这历史古迹呢他是沿着山坡大家都知道中环是山坡嗯嗯对不对嗯嗯那呢最下面呢进去的时候 是警察嗯嗯然后往上走呢是法院嗯嗯再往上走是监狱监狱哈哈哈所以你如果做坏事就是警察抓了去法院审完就送进监狱哈哈哈对对对那这是香港是见证香港的一个法治的进步哦就是从维多利亚时期哦就是所谓的香港呃在被英国殖民的时代嗯开始从警察开始盖这样一路盖上去所以现在已经变可以参观的警察 现在是可以参观5月25号在他他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大馆哦不是新杂师兄啊没有哈哈哈那为什么叫大馆其实在香港呢嗯会被封这个封号是一个非常好的封号嗯第一个大呢香港人用大来形容就表示他对这个地方的尊重哦哦那馆呢他是形容呢他把所有的建筑物合在一起变成一个馆哦哦那所以叫大馆哦但是这大馆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哦嗯是香港对他的尊称嗯哦 嗯那呢在这个地方呢他呢就是呃在维多利亚时代建了几个所以他其实有很多不同风格比方说呃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风格嗯那比方说有一个呃混了巴洛克式的风格嗯这样子就是在那边呃就是具体的呈现嗯那其中呢我不是讲第一层是警察嗯那有一个跟他90度的是枪房因为警察要有枪嘛保管枪的地方哦哦哦 包括枪房对那他是呈垂直的90度OK那在这中间呢有一棵芒果树嗯那呢大家都说那棵芒果树很神奇嗯我去的时候我找不到任何一棵芒果我也不知道他的神奇在哪里嗯我想说这不是芒果的记者吗他说他不是每年都开花结果哦但是呢只要有开花结果吃到这个果子的人就会升官哦哦对那我就想说那今年香港是没有警察要升官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我真的找不到我还很认真的找哦哦哦所以他们警戒有这样子的一个对就是那棵芒果树哦哦对然后呢我香港的朋友呢就是在我去之前因为我是六月出去的嗯那五月底不是开放吗嗯他现在是还是要呃打电话去登记嗯因为他避免太多人哦是哦哦是哦哦所以现在一天是可以开放呃三百三千五百人OK那你也可以上网登记OK那我香港一个朋友呢就是知道我要去他说你一定要去大馆那我知道我要去香港的时候 我其实还不太确定我要去大馆啊就是我是后来确定我要去大馆嗯但是他在跟我讲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他去他觉得很感动嗯那我就说为什么很感动他说他觉得他好像见证了香港一个呃那个司法的历史我还原来在里面看到刘德华的蜡像没有哈哈哈哈还有梁朝伟蜡像馆在太平山对所以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一个很新的地方那我觉得你没有想过在中环这个 闹灵就是一般不一样的闹uni对对那个甚至人闹注就 devil身闹市场 많은雄锤市场正历四处会有这样的地方嗯嗯对那其实他其中有开放一个监狱是你可以去参观的哦嗯我跟你讲真的很热哦哦哦哦哦哦我给你讲真的很热然后呢四人一房然后厕所是不能冲水的哦哦哦哦然后我就想说還那真的好惨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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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觉得 好惨 有一种警示的效果 对还蛮警示的 他这个地方也在1990年底 已经被香港的法律认证为 是一个法定古籍 那经过很多年的整修 才在今年的五月底重新开放 那我是觉得 大家如果去中环 不要说吃太饱了 去走一走 我觉得也不错 但记得要上网去登记 才能进去 对因为他现在无论如何 他还是怕一口气开放太多人进去 会有一些问题 承受不了 承受不了 那蛮宽广的 那我他有几个地方 一个是点阅的广场 是那个警察听用的 所以上面是那个监狱 监狱操场 就是犯人放风用的 这两个地方他都有搭设可以做 那我还蛮建议就是 你可以坐在那边发呆 看看人来人往也还蛮 想像自己是在放风的球班 对因为我个人还蛮常自己一个人去旅行 那我到每个城市 我都喜欢去一个比较宽广的地方 可以坐下来 然后看当地的人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还蛮 而且你会看到有很多香港人是真的 来这边看之后 他会感动到痛哭流涕 真的 对 应该有亲戚关在里面过吧 没有没有因为对他们来讲 我这是我香港朋友讲 不代表我的立场 就是他觉得 他会觉得好像回到过去的荣景 因为对他们来讲 在九七之前啊 对对对就是在 这个意思啊 英国统治的时候 他们其实进步的非常快 因为这几年香港经济的确是衰退的比较快的一点 所以这是他的感觉啦 但是因为我不是香港人 我其实没有那么深刻的感受 所以有一国两制幻灭的情绪在里面吗 我不知道 就是他很感动 可是因为很奇怪 你怎么会看到以前的警察局跟监狱 法院这种东西会感动呢 对他们就很感动 我不知道他在感动什么 对我来讲我很难理解 就是啊这种地方 对不对 不是 好奇怪喔 法治吗 因为香港真的很法治吗 是这样吗 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然后呢 然后呢 好吧 我先讲我刚才想到的那个日本艺人是谁 相取圣舞 哦OK好 好好好 我想起来了 干的好 对我在这一刻想 好然后再来中环我要跟大家介绍 就是台湾不是大家都很喜欢封台湾星巴克 什么大稻辰那边很漂亮什么基隆那边 是是是 然后呢他在中环星巴克设了一个像香港茶室的星巴克 茶餐厅茶室这种 对对对对对 然后很克满 真的啊 但是如果 那里面有那个萝卜糕可以吃吗 我不知道 但是我经过的时候 我是有点惊讶 因为太多人了 哦 就是整个就是塞住这样 对 可是他做得很好 我必须要讲 星巴克厉害的地方 星巴克很厉害 就是我真的觉得他做得很好 所以他让我觉得 哎 他把中环这件事紧紧的扣住 那另外呢中环呢我还要推荐几个 嗯 嗯 我觉得值得去的 第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想要吃一些现代的料理 因为香港是一个融合现代的那个 新的 就是对 IFC我蛮建议去的 哦 IFC我自己在IFC里面的Lady M 我就吃了Lady M 虽然台湾有Lady M 但是我吃了IFC的Lady M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另外IFC也好多就是他做得很好 嗯 很好的那个西餐 然后有很多米其林的餐馆都在里面 嗯 对 那我觉得如果你想要 我刚才讲了有很传统的东西 嗯 也有很现代就是IFC我觉得 而且IFC很方便是 我建议大家就是 如果你如果你搭 嗯 华航长荣跟国泰 对 这三个 好你可以直接在中环那边先check in 对对对 然后呢你就去IFC 因为就同一栋 同一栋 你就可以去那边吃东西 然后最后再搭机场快线 回回 然后去机场 对 那大家知道机场快线有个美国吗 嗯 就是你有时候像我一样 我出差的关系 我有时候会在香港转机 嗯 那香港转机超过四个钟头 我建议你可以出去 然后你一定要有巴达通卡 为什么 因为巴达通卡在同一天 嗯 就呃在同一天 比方说 六月二十六号好了 好 你同一天呢 搭进城就送回城 就是他搭 搭去城就送回城 所以呢 我曾经真的有过 我转机九个小时 我朋友在中环那边上班 嗯 所以我就搭去城 就是进中环 然后跟我朋友吃饭啊 喝下午茶 聊天聊一聊 之后我再回机场 在搭飞机 嗯 还不错 对 还蛮好的 而且在香港转机 有一个好处是 嗯 在香港转机 你只要运用得宜 你先确认你机票上的这个 嗯 如果他有跟你收机场费 嗯 那你是转机在今天就转走的话 嗯 你可以去 他有一个呃 如果我没记错是ABCDE 移动的不知道几楼 你可以退机场税 直接给你现金120 嗯哼 港币 哦哦哦哦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用 哦哦哦哦 对对没有想过吧 对真的哦哦哦 所以其实是方便 所以我记 以前都会很讨厌转机 对不对 那现在我不会啊 就是我觉得 哎 那就算我朋友 他在上班 他没空 你还是可以自己去晃啊 我还是可以自己去晃啊 因为香港很好逛 因为很方便 那香港其实就是 我讲的这几年经济在衰退 他也努力的想要留住 因为在香港转机的人 太多了 对 那他要怎么样留住 所以你只要填一个出境卡 然后上面你你 他不是要填一个你的柱子吗 你只要写transfer 就是你来转机 就可以了 就可以 他就会让你出去 然后再进来 而且你行李也不用 对 提走 对 对就是 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事情 你可以在机场都check in好啊 对都弄好了嘛 所以你只是出去一下 那你要记得 巴达通卡就跟悠游卡一样重要 对 因为你如果买机场快捷 你没有这个优惠 可是巴达通卡 他就是为了要让转机的旅客 他把书运出去 对 所以呢 他就是你同一天就是 买去成就送回成 你只要用巴达通卡刷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 对啊 对 那你退120块 你刷进刷出110 是不是划算 对 对 不错不错 今天苏小英告诉我们一个 很好的一个讯息哦 好休息下 再回来 好回到世界把抓 我是郑立文 今天再度请到 商周Alive的专栏记者 苏小英来跟我们讲 他的独门秘笈 他非常的熟悉香港 刚刚已经讲了好几个好康的 那么香港有哪里好吃的 赶快做笔记 刚刚讲到中环 嗯 OK 中环还有吗 中环我觉得大概先跟各位讲这些 然后如果之后的话 有机会再跟各位讲更多 对不对 其实是还蛮多 因为他讲不完啊 他可以讲 对太多了 一个礼拜 好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想要建议大家 可以去离岛玩 哦 就不讲其他的了 先讲离岛 我们先讲离岛 好好好 我们大家过去去香港就是知道港岛跟九龙半岛 对 好 那呃 大家我们讲到中环就知道有渡船码头嘛 嗯哼 那渡船码头除了衔接九龙半岛跟呃 港岛以外 嗯 其实渡船码头也可以坐坐船去一些地方 比方说长岛 嗯 好比方说南亚岛 那我还蛮推荐大家 特别是夏天可以去南亚岛 哦 南亚岛呢 他呢 我就没有去过离岛了 嗯 嗯 他呢 呃 其实坐船 如果我没记错是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其实是还好 那他有两个上船的码头 嗯 哦 一个叫榕树湾 一个叫枯索湾 嗯 我不知道我念对不对 因为好 香港字有些不太会念 对 对 对 哦 那你可以 呃 你可以就是呃 看你要在哪一个码头 嗯 那个 那呢 呃 我会建议你呢 就是去那边 因为 你知道香港在那个南亚岛一个天后宫 就是我们的妈祖庙 对对对 他有的 然后呢 他那边的海鲜 说实话很多人都会说 呃 很贵 因为观光客的关系 但是 我还是觉得他有他的特色 嗯 那你还是可以 因为像我去我都跟港仔去 嗯 嗯 对 然后就是我的香港朋友去 所以 他们用广东话点 嗯 就不太 而且就是一看就是在地的 嗯 所以就不太会被别人当盘子 嗯 嗯 对对对 所以你一定要有在地的朋友 那另外那边呢 有一个海滩叫红圣野海滩 红就是水共红 嗯 然后圣就是呃 圣就是皇上的那个圣 哦 圣上的圣 嗯 然后爷就是老爷爷的爷 哦 红圣野海滩呢 嗯 是一个非常棒的沙滩 嗯 就是呢 很多外国人 嗯 其实都常在那边晒太阳 哦 因为有很多外国的主管 在香港派驻就是在香港 他们都住好好哦 他们都住在很多都住南亚岛啊 对啊 对就是独栋的别墅对啊 然后他们的小孩 就会去那边红圣野海滩 就会去晒太阳 因为外国很好喜欢晒哦 对啊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会去那边晒太阳 要不然就是本来就很黑 要不然就是晒不黑 晒不黑啊 就会晒红而已啦 对对对 对然后就是红圣野海滩 我也觉得 如果你还蛮喜欢海滩的 我还觉得那边 而且那边还没有被污染 所以我的被污染的意思是说 不像有很多 你去台湾 或者是去世界各地 其实都是去知名的海滩 都会有摊商跟你兜售说 要不要怎么样啊 你知道那边是没有 那那边的海鲜好吃 海鲜好吃 但是真的很容易被当攀纳 我必须要讲 对对对 如果你看起来就是一副观光客 不懂的样子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他那边其实也蛮多民宿的 嗯 就是呃 就是呃 住家在一楼 啊 然后民宿在二楼这样 我也住过 然后另外那边也可以租脚踏车 我不是说他有两个码头吗 对就其实 他们两个码头中间是有一条路 嗯 那你可以骑 但是他还是会有一些上坡下坡 不是都是平路 就是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小丘陵的概念 所以你还是可以骑 那我个人觉得那边还蛮有趣的 那他就说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去那个呃 住一晚就是过慢活 你不要想说 我去就要赶快冲 冲冲冲 冲去 骑到那个海滩 骑到那个海滩 然后干嘛 就是我觉得在那边就是一个很慢活的状态 那我们去香港就很难慢活 因为要吃的东西太多 一天要吃五顿六顿 可是 因为你去香港时间大概都不会太久 对 通常就三天 对 然后你要吃这么多东西 然后你少吃一样 你会觉得很可惜 又觉得非吃到不可 所以就是啊 就是香港要借 要借就是这样 对啊 然后 可是我觉得好处是 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 去慢活 就是像我有时候 南亚岛 我会去五天嘛 我就会排 比方说 一天去那里 第三天跟第四天在南亚岛 因为前两天已经吃得很累了嘛 好 然后第四天 是不是大概中午check out 之后回来就继续吃 然后吃吃吃到 就第五天上飞机 就对 那我觉得是让你的肠胃休息 那因为再加上 南亚岛海鲜真的很容易被当盘拿 对 所以你也不要在那边吃太多 不敢乱比 所以我们有时候其实是真的会从本就是港岛 带一些泡面或什么过去是真的会 对 因为你只是想要去那边让肠胃休息 可是你不能让自己二刀啊 啊最好的方法就是泡面啊 对 我觉得是这样 啊所以我个人还蛮推荐 然后 另外也有人会喜欢去长岛 因为长岛就是一个 还蛮比南亚岛更没有被开发 所以呢 你会感受到那海滩风格 嗯 那也是从中环的渡船码头去搭船 OK 所以中环其实是呃 在香港来讲是一个 还蛮重要的一个运输站 就看他可以去到香港的 对 而且香港的巴达通做得很好 是像现在去南亚岛 去长岛 大部分都是你只要用巴达通卡刷就可以了 所以你也不需要再额外准备零钱 然后上船刷一次下船刷一次 就扣款就这样 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OK 对 所以可以去尝试一下不同的里头 那我们 对 然后我们这次在中环也做了一个 就是复古的船 那他呢就是呢 在船上呢就是 其实就是带你到 带绕维多利亚岗 嗯 就是 就是带你绕维多利亚岗 OK 一趟 那如果 如果你想要放松几个小时 然后做观光客的行程 我觉得这个也不错 也不错 对 那就是中环这个地方 他就是以中环为出发点 其实你可以去很多地方 然后又可以那个 然后甚至我刚才讲的湾仔的干排烧鹅 或者是那个天后的那个干饭馆 其实离中环都算近 那在湾仔我还在推荐一家 我个人觉得还蛮喜欢的 它是一个周面的店 那他好像有得到米其林推荐 但详细我们叫做靠得住 啊 我觉得他做的不差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他离风都有开 对对 因为我们常常是就休息 离风的时间 就不是吃饭时间 对 才对对对 才才可能饿了想要吃或干嘛 就是实在也排不进去 这么多餐要吃对对对对 那我觉得他虽然做的很好 而且就是大家去香港 都会觉得很热吃东西 对 但靠得住是有冷气 而且开开冷气开的 还算蛮令人觉得舒服 不是冷到一个爆炸 也不是热到一个爆炸 香港就是超 开冷气就是喜欢冷到一个爆炸 对 我觉得去香港好像容易中暑哦 对就是因为那个温差太大 太大 香港人很奇怪 冷气是要开到怎么样 他才甘愿啊 我觉得他们很有趣 他们的温度跟我们的温度 很不一样 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他们还是想怎样 他是想要穿貂皮大衣啊 哈哈哈 就是为什么冷气要开这么冷啊 对啊 我觉得就还蛮 就是我在香港就是无论如何 一定都要准备一件 就是针织外套 因为真的太可怕了 太冷了啦 对 那不然就是热到爆 像我刚才讲的那个生计酒品 你去吃就是热到爆啊 为什么要早上六人半开门就要去 就要去 因为在晚更热 对 然后而且他那边人真的还蛮多 还蛮 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这家店 然后也觉得这家店啊 然后另外 那个我现在把钢岛讲完 再来再来 往北角的方向 有一家店 是我曾经采访过他 他现在红到我现在我也没办法 真的啊 叫做德成号蛋卷 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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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用那个 呃 那个那个铁盒装 就是有半磅跟一磅 哦 OK 然后呢 你知道他现在多厉害吗 嗯 他只有礼拜五礼拜六早上买 蛤 因为生意太好了 这么摇摆喔 然后呢 你早上要去拿号码牌 哦 而且每个人限购多少 他就现做啊 哦 他 应该说是他后面是 做好了啦 后面是工厂 那他不是都要弄好一个一个 那他平常要做他才有办法 因为他五六排很多人啊 哦 然后结果我有一次 星期六去找我朋友吧 嗯 星期一天回来 嗯 结果我去了之后 就故意选 德成号蛋卷对面住哦 结果呢 哈哈哈哈 礼拜天不卖 哈哈哈哈 你看你贝雷劈一次 这算贝雷劈一次 可是可是我采访过他 所以我吃过很多 我知道我记得他的美好 哈哈 我记得他的美好 所以他是 礼拜几开啊 五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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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早上要记得去拿号码牌 你看我还特别住对面 为了要拿号码牌哦 可是我没有拿到 港岛 OK 港岛的那个杯角 杯角 对 德就是道德的德 成功的成 德成号蛋卷 我个人非常非常推荐 对 他有三种口味 嗯 牛油 嗯 然后 呃原味就是鸡蛋 嗯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椰子 对 好 哈哈哈你不喜欢椰子 对对对对对 但是牛油跟鸡蛋都很好吃 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 回到世界把抓 我是郑立文继续请教 上周的苏小英哦 来跟我们讲他的香港通秘籍的其中一小部分 哈哈哈 好 然后呢再来再来还有哪里好吃的 那我们来到九龙半岛 哈哈哈哈 那我先讲九龙半岛 我们刚才都讲了很多烧鹅 我先讲我个人是一个烧鹅的热爱者 OK 我超爱烧鹅 好 对 然后呢 所以呢 你知道香港的烧鹅 嗯 其实呢 是从一个小地方叫深井 就是很深的井 井 嗯 深井 那深井呢 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 嗯 我 我第一次去香港 2002年的 嗯 圣诞节前夕 OK 然后2003年是我第二次去 嗯 嗯 那在这短短的十五十五六年间 我去了快五十次这样 对 然后呢 我先讲就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 然后因为我去香港 我就觉得一定要吃烧辣 对不对 所有人都这样想 所以我当时的香港朋友就跟我讲 好 那要吃烧辣 你要给我一天的时间 我心里就想说 不过这个烧辣 为什么要一天 嗯 然后呢 他就先跟我讲说好 那 呃 叫我们住 呃 九龙半岛 因为我朋友家住九龙半岛 的哪一个呃附近的饭店 嗯 那我们就都选好了 嗯 然后他就来带我们 嗯 然后就带我们坐地铁 嗯 往最北 一个叫全湾的地方走 嗯嗯嗯嗯嗯 然后到全湾之后 再换小巴 你知道香港的小巴 哦 我没做过 小巴是要复现的哦 是不能够刷 买票或干嘛的 对对对 万达通没通的 对对对 对对对 然后呢 再坐小巴进去升警 哦 然后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这就是烧鹅的起源 在香港的烧鹅的起源 就是升警 那他其实是靠 呃 中国非常近 哦 那因为早期也就是中国那边传过来香港 其实香港 就一个深圳一个深井 是这个意思吗 都深自备的 我也不晓得 然后我们就去了升警 然后呢 一到升警就发觉 真的很多卖烧鹅的店 哦 然后其中呢 城 就是尔东城这个城记 嗯嗯嗯 我就发觉有很多分家 他就说原本他们是呃独大 嗯嗯嗯嗯 然后但是后来就是分家 嗯嗯嗯 所以就变成比较 后来崛起的就是一家叫做浴祭 就是富裕的浴 OK 浴祭 所以我们就特别去吃了浴祭 浴祭 嗯然后呢 跟你讲那个真的是一个 嗯 小到不行的地方 就是我去他 我们做那小巴的时候 我心里就想说 为什么我要为了烧鹅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去 我什么都不懂 那拥挤吃一下就好了嘛 对我就想说拥挤的就有名啊 对啊 对为什么好 然后就到了 你知道我到浴祭 嗯 麦烧鹅那地方我吓死了 因为客人是像潮水一般满出来 然后我就问我朋友说 那这样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那怎么吃啊 他说你不要怕 我有定位 哦他有定位 可以定位 哈哈哈哈 他说我有定位 可是呢 如果我后来有试着去定位 你打电话进去 如果不是讲广东话 他会跟你讲很忙 晚一点再打 他就没有办法 对对对对 好 然后他说他有定位 然后我们就进去 进去了之后 就除了烧鹅以外 有一个汤 让我印象很深刻 我们喝的是鱼汤 嗯 我们在台湾喝鱼汤的重点是什么 那个鱼肉一定要吃啊 他没有 他鱼肉已经炖到就是 那鱼肉吃起来是梅姿梅味 哦哦哦哦哦哦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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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姿梅味 就日本煲汤 啊不对不起 香港煲汤 香港煲汤的重点在这里 是梅姿梅味的鱼哦 但是汤非常的好喝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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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去香港 我在那里知道什么叫西兰花袋子 哈哈哈哈 西兰花就是我们的绿花椰菜 袋子就是我们的干贝 对不对 所以对所以我在那边吃了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去 那我朋友要带他 因为他说如果没有四个人去吃是很 站力很弱 所以我们最后凑了六个人去吃 哦哦哦 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吃 店里面还有西兰花袋子哦 对对对对 还是有炒的 所以你记不记得我刚才讲说 干饭馆的哥哥他是学快炒 因为他们只要卖烧辣的 都还是会有快炒的 所以店里面除了烧儿之外的东西也好吃 对也好吃 然后客人真的是闷到 我觉得快要倒出来了 你知道吗 哦哦哦哦 对然后呢吃完之后就走出来 其实已经很饱了 嗯那我香港的朋友就跟我讲说 哎我们那个要吃附近的一家甜品 嗯哼哼 我就说为什么 深井哦他记得现在在深井 对对 然后我就说为什么 他说这家甜品很有名 我先讲我们时光是倒回到十六年前 好 然后呢他就说这家很有名 就一定要吃 嗯那我就说那要吃什么 他说羊汁甘露 那个年代的我不懂 不知道什么是羊汁甘露 我就想说好那就去吃 那那一家叫发季甜品 就周润发的发 嗯哼 深井发季甜品 大家上去 现在已经在市区有很多分店了 分店了 可是呢就是为了进行这个吃烧儿的仪式 嗯我们真的就是耗了一天 等我们回到市区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大概六七点了 OK 对 因为那个真的耗很多时间 因为那个车班也不是那么多 你们等于是一种朝圣的心理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我我后来呢 每次有人跟我问 嗯 沙尔这件事我都说 值得就是你值得 因为我们从 对因为我们从早上九点半出发 然后吃了 然后回到市区的时候 是傍晚六七点 哇那一整天欸 对因为包括吃发季甜品 哈哈哈哈 好对对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仪式 而且他呢呃我记得发季甜品的本店旁边呢就有一个 有一点像牌楼这样 他就写深井春 啊就是就是他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小地方 OK 而且你记不记得你大部分在香港看的 迪士taxi都是红色的对 嗯嗯在那个地方是绿色 因为他已经到新界了 新界的继承车就是你只领新界的车牌的继承车 他就是绿色的OK 对对对对 所以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对但是对我来讲我就觉得 哇这是很不一样的体验 你人生没有想过你会有这个这个体验 所以去到那边观光客还很多吗 很少 所以整个都在讲广东话 就是但是现在因为预计如果没记错 他前几年也已经有拿到米其林 所以应该有一些观光客会去 不得了 但是他的他的交通依然是很不方便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样 就像我们在台湾我很喜欢去滑东 就是因为他交通够不方便 所以去的人再怎么样也不会很多 所以你可以享受到真正在地的感觉 对不对对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好 我我觉得值得就是你想我们从九点半出发 到回来六七点就是这个是真的是一个朝圣的 所以真的常去香港要去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今天苏小英算是给大家很多选择欸 不要每次去 因为你就会很容易 你每次都在市中心 永远就是去那一样的地方 所以即使中环我还是告诉你们 就是去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九龙还有哪里可去 九龙呢还有一个地方呢 是以前的港九铁路 现在港九铁路也变地铁了 有一个地方 我觉得大家还蛮值得去的叫车工廟 车子的车 然后公就是公公婆婆的公 那他拜的是什么 是什么 风车 蛤 他是你要求食来运转 哦是哦 好好玩哦 所以他呢你进去庙就是有很多车工廟的 里面就是卖很多风车 然后食来运转的概念 好好玩哦 那我觉得那边还蛮有趣的 那他那边早期那个地方 我去的时候还是港九铁路的时候 他叫大围车站 围就是围住的围 OK 哦就是大围车站 那我还蛮建议大家 因为你去香港每次都是黄大仙庙嘛 对 我就觉得我我们可不可以来拜一个不一样 不一样的 一个食来运转你不觉得很有趣吗 好有意思哦 他还可以买个风车回家 对然后那边其实离沙田有一点近 好玩好玩 所以你如果想要吃沙田乳哥 嗯也就在那附近 就是其实也是OK的 但是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 真的是那时候是 我人生有点低潮的时候 所以我就想说要食来运转 零吗零吗 我觉得 心成哲零吧 就是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还 因为我去世界各地 我都不太敢真的去 呃许愿 是因为我很怕还愿要怎么办 哈哈哈哈 啊香港比较近啊 对就是我觉得 拜托你如果你真的愿望达成了 还是要回去许愿啊 还还还原不管多远啊 因为还是很值得呢 对对对啦是 但是我就是没有不太 就因为我还蛮常自己去日本的 那我都想说不小心在这许 然后如果ABCD都许了 那我是要从北海道还原到那个冲绳吗 哈哈哈哈 就是也是 就我真的觉得车宫庙也是一个 大家可以去 因为你去香港 就不再只是黄大仙庙嘛 对对对对对 因为大家太常去黄大 我都想黄大仙应该那个中文很好 哈哈哈哈 因为就是各地的华人都去跟他拜 但车宫庙 我觉得纯粹就是去体验 你看香港是连一个风车 他都可以变成一个拜拜的对象 好特别哦 是你没有想过的 哦对 然后我个人觉得还蛮有趣的 嗯 那去那附近有东西吃吗 沙田的鲁哥是最有名的 鲁哥 沙田是鲁哥有名哦 对对对对对 嗯 对就是我个人觉得沙田鲁哥是 那我这里有那个名单 好 沙田鲁哥的话有几家是可以推荐的 一个是龙华 就是龙凤的龙 好 中华的华 一个是强记 那另外沙田还有一个 呃叫做沙田山水豆腐 他是布包豆腐 那他里面的鸡粥也很好吃 好今天谢谢苏晓英谢谢